大家好 新闻一开始 最近消息 共机又进行绕台行动 国防部证实就在今天中午 中共军方出动了轰6K 运发苏凯30还有殲11等各型战机 从中国大陆南方陆续出海 行经巴士海峡到西太平洋 进行远洋的长讯 那么其中轰6K更是持续地往北飞 经过了宫古海峡 国防部强调 中国透过军事行动 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吓 无助于台海和平 更是破坏了区域稳定 这是我们刚收到的最新消息